在广州的月秀公园,每天早上都有很多市民在这里锻炼身体,而其中老大爷李佩良就是这里的健身红人。 1月14日,记者来到现场,见到李佩良和小伙伴们打完招呼之后,就开始展示他独特的健身招式了。 这种新奇的运动方式是李佩良自创的独门招呼,他称之为龟蛇爬行,模仿龟和蛇的动作,以爬行的方式对身体进行锻炼。 180度的皮刹对大爷来说也是轻松完成,各种年轻人都做不来的动作,这位90岁的老人信手拈来。 这位龟仙人不仅仅有独特的爬行姿势,他站起来之后也有绝技,竖的180度劈叉一样不在话下。 李佩良介绍,其实之所以构想出龟蛇爬行,是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,曾经因为运动过量而导致身体受了重伤。 他曾经和伙伴用了50天的时间,从北京跑到了广州,至今他的体内还打着6根钢钉。 但在病床上,自己就不断想方设法恢复身体,先从学婴儿爬开始,再到从动物身上获得灵感。 老人家慢慢设计出了最适合自己身体的健身方式。 现在90岁高龄的他,每天9点半就到公园,一直运动到中午1点。 周围的年轻人都自叹不如。 这位九旬老翁乐观爱笑,现在他不仅是个健身达人,还是个潮人。 他不但爱玩微信,还开微博,在网络上推广自己的锻炼方式。 他说,还有很多年轻人在微博上来向他取金,他都能够一一解答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